我最初的目標就是得到一個完整的道歉 連我對我頻道的版權宣告 他親友團對我的辱罵和恐嚇 學校剛開始稱我的網紅網報和未經查證 但這個道歉我得到了嗎? 沒有 我稀罕嗎? 其實也還好 正義或許會遲到 但是 遲早會到來 We win bros We win We fucking wins man 雖然我是想用這種心情下去 但是講真的 我好累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社長Kuma 好久不見了各位 版權警告消失 學校道歉 獎項撤銷 從此到尾都跟著這次AI猴事件的各位 辛苦啦 這回真的是我自頻道創立以來 花最多力氣的一次drama了 但在我開始表示我樂樂長的心得之前 讓我們來稍微關心一下 這回的事件到底是從何開始 然後這次的鬧劇 到底有多麼的誇張吧 把時間拉回上個月的月底 3月27號 我發布了一部吐槽台灣AI吉普利 徐大老師的影片 影片中講述了一位初學AI的老中年 揚言要毀滅所有會師的一場鬧劇 並在片尾稍微提到了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復興商工師生美展》中 首獎竟然使用AI的一個小插曲 時間大概不超過20秒 圖片出現的時間更是只有少少的11秒 影片發布的當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版權警告 我本來以為會是我主要吐槽的 徐大老師發給我的版權警告 結果沒想到 是一位叫做 林XX的人 Who the f**k is林XX 就在我這麼想的時候 我平常壓根沒這樣的IG 就收到了大量的陌生訊息 紛紛指責我 明明沒有那是AI的明確證據 卻在影片中 明說那是AI 顯然是對他同學的抹黑 我還收到觀眾傳給我的 在Thread上面 有人號召 要來檢舉我影片的截圖 到這個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林XX就是那個 猴子圖的作者啊 為了讓批評自己的聲音 閉嘴而發出了版權砲 這也太他們XX了吧 但我沒什麼吐槽的時間 因為這部影片是有工商的 因此我緊急跟廠商聯絡 重兼影片 為了防止再度被版權砲 我還緊急委託繪師 畫了一張待用的示意圖 甚至還考對要在YT上面發出 具有法律效力的回復請求 但是因為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我放棄 但這口氣我實在吞不下去 所以我在影片最後 唱了一段歌 來嘲諷這位版權砲我的AI仔 上片之後我就開始對這位 林XXX進行大量的調查 並且獲得了大量的資料 證據包含 師生美展所有有爭議的作品 林XXX的高清完整作畫圖 還有林XXX的朋友 恐嚇其他吹哨者的對話紀錄 然後同時我還在拼命的收到 林XXX親友團 傳來的各種的辱罵指責 以及 我是一個成年人 不應該跟高中生一般見識 的各種私訊 What the fucking joke 這群人的話真的是永遠講不完 最好笑的是 無論他們講再多話 我都等不到林XX本人 來跟我聯絡 看著這群小混蛋睜眼說瞎話 完全沒有要停止護航的意思 所以我最後決定 公開轉發的吹哨者的貼文 正式與他們開戰 也在同一時間 我發現學校竟然開始 鎮壓學生的言論 貼出有爭議作品的圖片 轉發那則貼文 甚至連按讚的人 都會被要求撤除推文 否則忌過伺候 雖然他們都說沒有 但是 懂得都懂 然後還有官方人士稱我為 號召網路霸凌的網紅 身為一個受害者本人 我當然不會讓他們 那麼輕易的就把言論壓掉 在3月29號 我PO出了 李XX大鬧龍宮 和他提出給老師審查的作畫過程 那充滿AI味的成品 跟可疑至極的作畫過程 就成了這次事件的真正起火點 剛好的有列一堆會師 大家紛紛開始轉發這荒唐的過程 同時吹起了一股自己PO自己草圖的風潮 親友團天天喊著要的證據證據 在沒有任何懸疑要素的情況 真的沒有那麼必要 更別說我們林大師自己莫名其妙的自爆操作了 就在愚人節的前戲 李XX在他自己的現實動態中 PO出了那值得流民侵蝕的 橡皮擦Procreate What the f*** is this 看著圖中工具停留在橡皮擦 畫面完全沒有放大縮小 顏色也沒有調整 更別說這個橡皮擦 可以同時兼顧現稿和上色 白癡到不行 把這東西當成證據PO出來 彷彿這全世界就他一個人會畫圖一樣 由於實在罪證確鑿 記者們嗅到新聞的氣息 也開始動作瘋狂報導 學校高層在這個時候才終於意識到 這件事情 嘖 好叫你嚴重 終於約談了 李XX進行處理 在3月31號晚上11點 趕在愚人節的前夕 學校發出了正式公告 最終結果 李XX承認自己是 勿用AI輔助繪圖 獎項取消 學生和家長道歉 我的頻道的版權宣告也同時解除 但學校的公告實在是 過於的比重就輕 再度被延賞 逼著學校在4月1號發布的第二則公告 強調自己沒有懲罰吹哨者 只是在 提醒學生注意網路禮儀 最後一點 甚至還強調了 看了親友團們在網路上各種的威脅嗆聲 還有對我個人的名譽誹謗 讓這句話成了全世界最好笑的愚人節笑話 法治你媽XX 喜歡他們也要提醒你 什麼叫做濫用著作權 因為復興商工那麼一點點生疏的公關操作 讓這個事件有了一個沒有那麼好的結尾 但終究是結束了 現在大家不是畫猴子 就是湧入threads 去嘲笑那些護航的猴子親友團 但再怎麼說 這些都已經不是主要的故事了 我最初的目標就是得到一個完整的道歉 聯合對我頻道的版權宣告 他親友團對我的辱罵和恐嚇 學校剛開始稱我的網紅網報和未經查證 但這個道歉我得到了嗎 沒有 我吸汗嗎 其實也還好 這回復興商工的道歉 與其說是道歉 不如說是幼稚園小朋友打架 被老師強迫和好詞的那個 對不起嘛 講實在話我真的 累了 這幾天我點開網路都是這個事件 尤其身為市主 幫學生發文 回答大家來問的問題 給資料 受訪 給授權 等等等 我累了 我本來只是想做一部影片 笑一笑AI仔自爆而已 結果現在成立要跟復興商工 打一場反AI 反威權 反霸凌的全面戰爭 對手還是一群毛都沒掌棋的高中生 一個AI仔 一個不會畫圖 只會檢舉的機頭 還有他那一票只會瞎挺的八九朋友 就是一幫烏合之眾 我知道我就算贏了 我也拿不到什麼 但就為了爭這一口氣 我非打完不可 結果到了現在 我終於他媽的讓學校承認AI 撤銷了我原本不應該有的版權宣告 但我最初想要的那個道歉 在哪 而且整件事件現在已經不是以我為中心了 看來我想要的道歉大概永遠都不會來了 到了這個地步我就會想 他媽的我花這麼多力氣盯著這個AI破猴子 到底是為了什麼 不如把力氣花在其他的東西上面 不香嗎 在影片的最後 我想跟一直關注這件事件的大家道個歉 會鬧這麼大 洗了大家這麼多天的版 感覺只是因為我一個人的絲綢 找了大家的週末 和愚人節的歡樂興致 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 事到如今當事人的道歉啥的 我已經沒有很在乎了 因此雖然連本人拒絕道歉 學校所謂的加強法治教育的部分 顯然也不包含濫用著作權 道歉啥的 當然有會更好啦 比起這個賴皮鬼 我看著其他復興學生認真創作的各種作品 無論是水彩 攝影 雕塑 寫生等等 每一件作品透露出來的創作亮能都非常的耀眼 由衷希望 這些還在復興上攻中認真的藝術家們 能夠獲得應有的關注 在校內得到應得的肯定 讓我們能在一群外行老害 無知的高喊著 AI取代藝術家 的這個垃圾大環境中 看到那麼一點點的希望 記住 要是連你們都妥協了 那就真他媽沒人堅持了